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中国的商界 马云是一个非常异色的人物 一般来说 中国商人的传统都是闷声发大财 不谈政治 不沾政治 不得罪政治人物 报纸它是一种政治性很强的东西了 所以商人不颁报纸 这是中国商人的一个首要信条了 可是马云却不遵守中国商人的首要信条 马云居然收购了一份报纸 南华早报 并且他成为了这份报纸的独资大老板 虽然说南华早报目前还是一份英文报纸 它对中国大陆的直接影响力还不大 但是南华早报 它已经有一个完整的系统了 它有记者编辑印刷发行系统 它都是很全面的很完整的 所以它要从一个英文报纸变成一份中文报纸 可以说几天之内就可以完成 报纸它和微博微信这些媒体平台是不一样的 你像微博微信它只是一个单纯的传播新闻的平台 左派中间派右派都可以利用它 所以说你在微博微信的平台上出现某种虚假的报道了 出现某种对黑暗面的曝光了 这个跟平台本身并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打个比方 假如在马化腾的微信上 他出现了曝光 栗战书的女儿 他有经济腐败嫌疑的报道 那么这个报道跟微信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跟马化腾也是没有关系的 只要你马化腾把这条消息给删除掉 你就没事了 但是在马云的南华早报上 他曝光栗战书的女儿有经济腐败的嫌疑 那么南华早报的这个报道 你就不能说这个跟南华早报是没有关系的 跟马云没有关系的 马云你即使删除了这条消息 那么造成的后果呢 你马云他还是要负责任的 所以说马云的这个南华早报和马化腾的微信 他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性质 马云搞这个南华早报 他已经是超出了简单的商业活动了 他已经涉及到政治的圈子 而且他有相当高的政治风险 那么马云为什么要收购这么一份 具有政治风险很大的报纸呢 昨天也就是12月4日 马云他在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论坛上 他就解释了他收购南华早报的原因 马云说不能让媒体倒下去 不能让媒体失去自我 不能让媒体因为钱失去了客观理性的传播 传播思想传播事实传播观点 要比传播商品更为重要 否则这个社会就乱套了 马云的这番话你听上去好像冠冕堂皇啊 可是细心的人就会觉得这里面叫做话里有话的 马云说不能让媒体倒下去 这样的话在中国算是一个犯忌讳的话 因为你在中国不能让媒体倒下去 那是中宣部的事情 是中宣部说了算 不是你马云说了算的吗 中宣部想让哪个媒体倒下去 那哪个媒体必然他就要倒下去的吗 比如说中宣部想让那个杂志炎黄春秋倒下去 炎黄春秋他马上就倒了 谁敢不让他倒呢 如果说你马云仗志安安有钱 你就要不让媒体倒下去 那你马云就是跟中宣部过不去了吗 马云他又说 传播思想比传播商品更为重要 否则这个社会就乱套了 马云这句话就犯了更大的忌讳 因为传播思想维持社会不乱套 那个应该是政治家思考的问题 应该是政治家的职责 他应该是中南海的那些高级官员们思考的问题 不应该是你马云这样的商人来思考的问题 你马云作为一个商人 你应该只思考 怎么去传播商品 怎么去赚钱的问题 你不应该有资格去思考传播思想的问题 如果你马云去思考 怎么传播思想的问题 那马云就是僭越了 你就是把手伸到中南海里去了 你就是要跟中宣部争夺 这个传播思想的高度了 这样一来 你马云是不是胆子太大了一点 的确马云胆子是很大的 他不胆敢跟中宣部过不去 甚至他还敢跟习近平过不去 早在今年7月 马云的南华早报 他就刊登过关于栗战书的女儿 在香港的经济腐败嫌疑的报道 这个就是让习近平不高兴的 就是让习近平感到很麻烦的 就是让习近平感到 马云要跟他过不去的事情 那么在前几天的12月1日和2日 南华早报 他又高调刊登了两篇 关于王岐山的新闻 这个又是让习近平不高兴 给习近平制造麻烦 跟习近平过不去的事情 两天前的12月3日 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在中国浙江省的乌镇召开 习近平致贺信王沪宁发表主旨讲话 中国和世界各国的互联网大佬 是都来纷纷参加 可以说是盛况空前 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库克 思客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罗卓克 阿里巴巴的董事局主席马云等互联网大佬 分别在开幕式上发表了讲话 这天晚上在乌镇这个小地方 举行了一场号称是 这次互联网大会最重要的饭局 这个饭局的照片流传出来之后 马上在中国的网上疯狂刷屏 为什么呢 我们这里就看看这张引起轰动的照片 这个餐桌上的人都是中国互联网的顶级大佬 都是中国大陆极为著名的亿万富翁 每个人的财富都在一百亿以上 那都是钱多到 不知道该怎么花的人了 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桌上的人 他们基本上控制了中国整个互联网的命脉 这张照片上的每一个具体的人呢 我就不一一细说了 我们只看一下坐在中间的五位大佬 马化腾他是腾讯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会主席 资产是2500亿元 刘强东 既然是顶级大佬的饭局 那么菜单肯定也不能马虎从事的嘛 我们就看一下 这次大佬们饭局的菜单 第一道热菜 腾讯四海真龙虾 这是献给腾讯的马化腾 第二道热菜 美团梁晨鲜味根 这是献给美团的王兴 第三道热菜 京城紫气雪花牛 这是献给京东的刘强东 第四道热菜 小米新贵香报府 这是献给小米的雷军 第五道热菜 高龄 农艺东坡肉 这是献给高龄的张磊 虽说这场饭局安排的是如此的精心 但是细心的人很快也可以发现问题 中国互联网界的最大的大牢 这次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 代表中国互联网商界发源的马云 居然没有在这个饭局上 难道是他们这些人忘了请马云吗 马云这么大的名头 当然不会有人忘记他的了 难道是马云当天不在乌镇 这也不是 马云当天就在乌镇 那么这个乌镇的饭桌上 为什么没有马云呢 原来这是他们这一批互联网的大佬 故意不请马云 据说这场饭局是刘强东和王兴组织的 所以就称为东兴局 也就是说刘强东和王兴带头 他们故意不请马云 其他互联网大佬他也复合响应 所以就有了这一次东兴局的饭局 在中国你参加饭局不仅仅是吃饭 同时也是显示你的社会地位的一个窗口 有什么样的人跟你一起吃饭 你在饭桌上坐在什么样的位置 都是太重要的事情了 所以说这次马云在这个世界互联网大会上 最重要的饭局上居然成为了局外人 所以马上就在网上就炸开锅了 不少马云的粉丝感到愤愤不平 他们说马云在乌镇被孤立了 很多马粉还高喊马云挺住 那么这些互联网大佬为什么要孤立马云呢 其实他不是为了深想的事情 而是为了政治上的事情 这些互联网的大佬们都是典型的商人 他们不想参合政治 不想得罪政治人物 他们只想闷声发大财 可是他们现在看到 他们过去的朋友马云在政治上走得太远了 所以他们就想故意疏远马云 跟马云划清界限 这样一来 他们就可以保证 在马云犯政治错误的时候 不至于波及到他们或者影响到他们的生意 的确 马云在政治上似乎真的是走得比较远了 去年马云在澳门大学做了一次演讲 其中有一段话可以说颇为意味深长 马云说 很多人把你说成英雄的时候 其实是你的灾难开始来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要认清自己到底是谁 到底想干什么 什么东西需要放弃 我觉得在中国要当英雄 在亚洲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文化当英雄啊都不太有好结果 英雄的都是挂在墙上的 电影上死了的人才能当英雄 马云说的这番话到底是说给谁听的呢 大家自己会有自己的体会吧 如果习近平听到马云的这番话 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马云说在中国在亚洲的文化体系中 当英雄都不会有好的结果 那么这个话呢 倒是也确实有道理的 因为中国的历史上的英雄啊 大多是悲剧性的人物 不管怎么说吧 马云说的这些话显然呢 他跟中宣部的口径 他是不一致的 是不能在中国的官媒上正式发表 在昨天的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论坛上 马云啊他做了一个发言 不过呢 马云他对中国的网络现状 不仅没有高歌赞扬 反而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马云说 现在网上90%的评论 都是没脑子的评论 这些评论都是精神大变 吃进去的排泄物在公共厕所 但也有很多精神上的排泄物 网上各种水军和谣言 就是精神上的排泄物 我们应该走上一条阵路 不传播情绪化和不理性的内容 马云的批评啊是委婉和巧妙的 但是呢他确实也指出了中国互联网现在的一个现状叫做令人担忧 他特别马云要说啊 我们应该走上一条阵路 这句话呢就是好像 似乎啊就暗示着我们现在并不是走在一条阵路上面 的确现在中国网络上 如果你有一点理性的声音出来 马上就会有大量的什么五毛啊水军啊 你就会被他们的这个口水所淹没 这就是所谓的精神大变的排泄物吧 马云的这些话 他其中的含义 不用我多说 我想中国大陆的人们 他应该可以体会的 马云的野心啊 他似乎不仅仅是在这个办媒体办报纸上 他还要办大学 马云办的大学名叫湖畔大学 有人把马云的这时候大学啊 比说是皇后军校 可见他的来头不小啊 这里呢就稍微详细的介绍一下 马云办的大学湖畔大学 2015年1月 马云和其他八位企业家和学者啊 他们在杭州共同创办了湖畔大学 马云啊就担任了第一任校长 马云声称 办这所大学的使命 是发现真正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 那么为什么叫湖畔大学呢 马云自己解释说啊 叫湖畔大学这个名字 是因为马云在创业的时候 他住在一个名叫湖畔花园的公寓小区里 阿里巴巴和淘宝都是在这诞生的 要想当年马云在湖畔花园这个公寓里创业的时候啊 没有人愿意来他的公司啊 可是现在马云办的这个湖畔大学 人们挤破头都想进来 这个呢就是赤裸裸的现实了 为什么这么多人想进湖畔大学呢 因为他的入门的就是入学的门槛是非常高的 光学费就达到36万元 而且住宿啊还是你自理的 他不管的 这个学费高啊还不算太难 更难的是入学的条件 如果你要申请入学的人 首先你必须有创业三年以上的企业决策者 你还要提供企业三年的完税证明 你的公司规模要超过30个人 而且呢你这个申请人必须还要有三位推荐人 其中至少有一位是湖畔大学的指定推荐人 那么湖畔大学的指定推荐人是一些什么人呢 根据湖畔大学的官网啊 他公布了这个名单啊 他包括9名校董26位保健人和第一期的所有学员 那么这样我们一看啊 显然一般人你要想进入马云的湖畔大学 那根本是不可能的 除非是商界里面精英当中的精英 你才能挤进马云的湖畔大学 马云为什么要办湖畔大学呢 一些评论人就说啊 马云想成为中国商界的领袖 这就像当年蒋介石通过当黄埔军校的校长 成为国民党军界的领袖一样 马云也想通过这所湖畔大学 成为中国商界的领袖 这样的评论呢 确实也是有道理的 不过呢 马云的野心仅仅停留在当中国商界的领袖吗 恐怕还不至于此吧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再次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